創意比材竟在运通 晚安 欢迎收看齐全教室 我是运达头顾黄文达 你好朋友 阿达啦 我们说齐卧 其实说很简单很简单对不对 只有跟多跟空而已 可是说也奇怪对不对 95%人就是做错编 永远在期货市场就觉得 是骗人的 永远都是赔钱 赚钱都没我们的份 小赚就出场了 小赚就出场 那原因差在哪边 差在哪边 你要知道你在所属的位置在哪边 再来定策略 什么叫所属的位置 就像这个 这叫空方的架构 我们先不论说你知道 为什么这叫空方的架构 帮你做定位是一个空方的架构 你只要逢高步空 逢高步空 一样只要这样多方的架构 你这样做多 要为做多 就可以掌握整个大波段 纵使让你小小的 比如说你去做多 停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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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笔 但是你可以赚整个大波段 我们不是就这样吗 要大赚小赔啊 这样才能把钱留下来啊 而不是怎样 不分青红照白 对不对 不管多还是空 你就是从头空到尾 那这边赚钱就算了 这边会赔钱 而现阶段行情的部分刚好 奇怪 空多一个盘整的格局 一个盘整的格局就想想想 当中做对应 这就是一个你在出手之前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 因为其我说实在是一个 吃人不土骨头的什么 一场战争 这场战争很残酷啊 你如果没有武器 没有武器你怎样 从中取得胜利 怎么从中取得胜利 而且我再说过了 观念是最重要 不在乎你说有多少的武器 随了多少的功夫 你观念说一步错 你步步错 对不对 你把它当作赌博 那你怎样十赌九输 对不对 那我们一样我们在操作 我们不是在赌 我们也没有把它当作游戏 有人说玩期货 玩期货 那我说开玩笑的说 是你在玩期货 还是期货在玩你 我们不是在赌 也不是在玩 我们是在操作 所以在操作前你要知道 先帮它做个定位 我们在操作期货 我们从中就是要赚钱 既然操作家有逻辑 有它的逻辑性 什么叫逻辑性 就是道理嘛 你说在空方的架构 你压尾就去接刀子 就去做多做多做多 有没有道理 没道理嘛 这就不符合逻辑 对不对 一样的 当你如果假设你知道 是多方的架构 你怎么逢高去布控 逢高去布控 没道理嘛 你要顺着它毛摸 对不对 而在一个近期都是一个震荡的格局 你也不用大进大出 这就是逻辑 不管行情怎么变化 你只要遵守这些逻辑 这些规则 这些方法 说不好的时候 要让你明哲保身 但是机会一来的时候 我们就要冲出 我们就会大赚 这就是你赚钱的习惯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你在哪里 找位置 我刚才说过了 什么叫位置 这叫空方的架构 空方的架构 怎样 弹身压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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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趋势向下 有没有 它趋势向下 对不对 你这次质疑怎么定位 我们都会透过冰棋布告诉你 这是一早就要告诉你 这是空方的架构 不是跌到这里才说空方的架构 差很多 一样 这叫多方的架构 什么叫多方的架构 压违 弹身 压违 弹身 压违 弹身 趋势向上 这叫多方架构 所以你要知道 它基本的特性嘛 对不对 当你知道基本的特性之后 你是不是自然 你就知道你在什么位置 知道什么位置之后 自然而然 你就知道要做多还是做空 对不对 在多方的架构 我们以做多来举例 对不对 在多方 帮你做定位是一个多方的架构 就像这一段 对不对 帮你做定位是一个多方的架构 你就怎样 压违做多就好了 压违做多就好了 对不对 我说过 让你重时 让你知道有小培 小培 小培 对不对 但是你是赚一大段 你是不是大赚小培 那是不是能赚钱 对不对 而不是怎样 逢高去布空 都要做逆势丹 逢高去布空 怎样 这样永远怎样 小赚大培 你做的都是逆势丹 所以说你知道位置之后 水到取船 你自然就要做多 知道多方的架构 你就是做多 行情来了 一口基本丹 一口加码丹 如果行情没那么大 就怎样 先落袋为安 对不对 先落袋为安 如果真的做错的时候 就停损出场 有进就有出 对不对 这就是文套武略 你知道这个逻辑 这个方法 文套武略 带你到安全的地方 所以我们是不是 在跟你强调 找位置定策略的重要性 定策略 我们的节目 不是就是在告诉你说 怎么去定多空的定位 对不对 因为你只要多空定位正确了 你已经赢一半了 你已经赢一半了 而且人家四半功倍 而不是人家都小赚大赔 不是 你要顺着它的毛摸 对不对 所以说在多方的架构 在多方的架构做多 在空方的架构逢高不空 如果盘整的格局 就以当充做对 因为它没有强烈的多空 那当充当没有做多做空的问题 只有做对做错的问题 就像这段期间 这段期间 告诉你是一个震荡的格局 你没有看到 一个震荡格局 都在这边这个区间 不是多 这是红色的地方是多 蓝色的地方是空 这也不是啊 你没有看到 它不是多也不是空啊 对不对 它不是多也不是空啊 它在一个盘整的区间 而盘整的区间你怎样做 当充做对应 当充做对应 这就是你要做的一件事情 在空方的架构做空 对不对 在多方的架构做多 盘整的格局当中做对应 你只要做对这件事情 我可以跟你说 你就是大赚小朋友 你已经赢了一半 可是很可惜的 大部分人做不到这件事情 上去 上去 上涨的格局当中 上去你就要拼命的去空它 下来 哇 跌多了你就要拼命的去接它 那都不对 因为它能量还没满足 那至于怎么做定位 是不是跟你说 这边 跌下跌到这边才跟你说空方的架构 不是 我没在强调 前几个礼拜 我们透过这一张都还没讲完 对不对 你看我们内容多多 对不对 而且还不是说只有一个 我们讲的都还没有说很深入 你看 我们说过了 冰淇淑淑帮你什么 定一个基本的多跟空 多空的密码 让你知道现在所属的位置 是多方的架构还是空方的架构 那么你简单来讲 你有透过黄金K线我说过 这边之前是上涨的嘛 对不对 之前是上涨的 上涨的 那相对高点 我们简单来讲 相对高点的大AK 透过黄金K线有没有 大AK 是修正的开始起跌的讯号 对不对 那你看这边 大AK开始是一个空方的架构 那这边 相对低点的十字线 相对低点的十字线 那边是低档震荡变盘走多 也告诉你多方的架构 所以是有方法的 不是没有方法 那我说过你知道多跟空 基本的多跟空之后 你已经赢一半了 你已经赢一半了 这样比较省力嘛 这样比较省力嘛 对不对 比较容易赚到钱 那你事半功倍啊 对不对 那么你再透过这个 黄金情报黄金导航 对不对 之前都有讲过黄金导航 对不对 黄金军线动人的部分 这也先今天要讲一个黄金战区 什么叫黄金战区啊 这个啊 我们以多方五欲来讲 一个格子一个格子 一个区间一个区间 12345 你知道五个特性 慢慢地缓步上去 那其实有点像什么 波浪理论的五波啊 但是波浪理论的时候 什么时候转弯 你知道吗 你不知道 但是黄金K线可以告诉你 虽然它也是五个区间 12345 可是它也很明白地告诉你 什么叫底部形态 什么叫上涨形态 什么叫整理形态 因为波浪好 就好像一个波段啊 可以啊没有错 但是什么时候真的要转弯 比较难去捉摩 但是黄金K线就可以补足 这个缺憾了 对不对 一样是五波对不对 一样12345嘛 可是它也明白地告诉你 什么叫底部形态 它要做一个定义对不对 我们以掌势 以多方来做定义对不对 告诉你 明明白白地告诉你 五个格局 五个条件 五个条件 什么叫掌势 我们以掌势的 这个来做举例喔 低档履状前高 对不对 这边你们有看到 这边低档 也没有履状这一段波段 也没有低档履状前高 对不对 越来越高 而拉回 就算你这边拉回 拉回 有没有破二分之一 没有啊 而且拉回不破上升切线 对不对 拉回不破前波的低点 拉回受上升均线的保护 你看这是它的特性 它的特性 这叫这一波走上来 这里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一个短波段 对不对 就是这五个波段 而且不是说波浪 它整个一个大波 它没有告诉你 什么时候转折 那我刚才讲过了 底部形态 底部形态的特性 上涨的上涨的特性 整理的整理的特性 反转的形态的时候 也有一个反转的特性 所以黄金K线可以补这个不足 对不对 涨势就这样 那涨的当中 在提醒说 不要把休息当盘局 否则会被洗出场 不要把回档当回碟 否则会被嘎 对不对 像你看这一段 涨势的格局当中 是不是就是这个特性 不要把怎样 不要把休息当盘局 不要把回档当什么 要空了 你这样一路的被嘎 这叫多方的架构 多方的五欲 对不对 它的特性 整个脉动 怎么去掌握 这叫多方五欲 当然还有什么 我们说过了 还有空方的五欲 是一样的道理 一样的道理 对不对 还有盘整的格局 它的特性一一的 什么特性 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知道它是什么特性 你真的要知道 它是什么特性 要不然你怎么去捉摩 你怎么知道 这边是空方的架构 这边是多方的架构 那你不知道这边是多 你怎样拼命的去接 你不知道这边是多 你怎样拼命的去空 那我说过 你是不是知道 这样的位置 让你很清楚的明白 你在做什么 你在什么位置 你要做什么动作 就水到渠成 那我说 你只要做对方向 你是不是赢一半 你是不是赢一半 对不对 你只要做空下来 你是不是赢一半了 对不对 你不会去压低做多 压低做多 一路的停损 一路的停损 一样 你不会这样逢高不空 逢高不空 而最近是一个盘整的格局 你也不会怎样 你不会大进大出 要盘中急拉急煞 可能都把你洗出场 可能都把你洗出场 所以你要知道 黄金的占域 那整个什么 我们多方五域的 来做举例 它有五个架构 五个架构 什么时候 是不是告诉你 这样的特性 在什么位置 做什么事情 你都可以掌握住它 你都可以掌握住它 包括刚才讲的对 黄金的路线 对不对 黄金的路线 压为弹升趋势向上 还是空方的架构 弹升压为趋势向下 这个都知道 帮助我们怎么做一个多空的密码 做一个定位 对不对 那下礼拜 我们在多空定位部分 我会告诉你 三方的结构 三方的结构 对不对 那这个部分 多空做定位的部分 我们跟你讲 那下个阶段 节目回来 我们告诉你 怎么用黄金K线 我们第一次讲说黄金K线 怎么找到切入点 这样的部分 之前讲那么多 都是一个多空的定位而已 那多空的定位 并不是说 闭着眼睛做多 闭着眼睛做空就好了 什么时候做切入 那是更重要的问题 那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多空资讯 都是明师节目 全方位财经网站 请搜寻运通财经 卫星电视台 运达投顾 真心照顾 02-2781-0909 2781-0909 谁说有钱人不做期货 期货是最佳必选工具 运达投顾 02-2781-0909 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顾 真心照顾 02-2781-0909 2781-0909 2781-0909 各位观众好 我是郭凯 夜晚是为了展望明天 做好准备 股市完保 汇集了最新的财经新闻 以及股市资讯 让您睡着安心 迎接明天的投资更放心 头痛 请用五分珠 确立方向 选择点位 解读关盘密码 风天雷点识澄清专案 送您开盘十二星法 五大转折密集 八面向同步观察 操盘秘诀 加三个月轰动指标 来电速播 02-2365-3255 咬起天啊 相用 Yukita 五分珠 寶帕 RPA 组 专利富了是导快 需密性能 超越国家标准3.5倍 有了RPA way spinal 견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徒家里打鼓也是 但有 歡迎來到現場 我是阿達 我說剛才說過了 你做對 多空做對 你已經賺一半了 是不是跟你講 在多方的架構做多 在空方的架構做空 對不對 那怎麼做切入點 知道是多方的架構之後 怎麼做切入點 我們做多來做舉例對不對 怎麼什麼時候做切入 什麼時候切入 我們用的是什麼 黃金K線 什麼叫黃金K線 什麼叫黃金K線 跟K線 一般的K線有什麼不一樣 插在這邊 我們說過 每一根K線 在不同的位置相對的高點 相對的低點 中間的位置 它代表意義是不同的 它叫空間的概念 它叫空間 每一根K線都一樣 但是它擺在不同的位置 就不一樣 就好像平地的高麗菜 跟高山的高麗菜 吃起來口感就不一樣 秋陵地的茶葉跟高山的茶葉 也不一樣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說不同的位置 不同的位置 一模一樣的K線 可是擺在不同的位置 它的意義是不同的 那我們將它化繁微減 去除存金 留下12到黃金K線 這12到黃金K線 那是相對的高點 相對的低點 中間的位置 它就可以讓你掌握到 行情的切入點 什麼時候該切入 當你知道是多方的架構之後 壓回怎麼去做多 還是怎麼樣 什麼時候做切入 黃金K線可以幫助我們 那為什麼用K線 老師說K線很辣 對不對 人家軟體多貼 多貼 多貼 多好用 真的軟體好用嗎 尤其在盤整盤的過程當中 你的軟體好用嗎 是不是忽多忽空忽上忽下 可能這段期間 盤整的格局 你怎樣 可能受傷很嚴重 對不對 那為什麼我們用K線 讓它進了 再把它畫範圍前 留下黃金K 為什麼 K線有什麼特性 它有三個 K線的DNA 快 真實 跟不可改變 什麼叫快 什麼叫快 所以你不管怎麼分析 你只要買 是不是就會反映到價格 那價格是不是K線 就是記載價格了 那是不是它是最快的 那你的軟體 我請問你 請問你是K線先變動 你的軟體 你的指標在翻揚 還是你的指標翻揚 K線乖乖的跟著翻揚 哪一個 當然是K線先動嘛 對不對 那它是不是所有的指標的支母 對不對 它是不是最快的 對不對 為什麼最快 我說過 你買 你講那麼多都是廢話 那你等一下 要真的買 才會反映到價格 那反映到價格 它成長在哪裡 記錄在哪裡 在K線 那K線它不是最快的嗎 你的軟體會比它快嗎 不會嘛 對不對 所以它是最快的 它是最真實的 我說什麼叫最真實的 對 它是真金白銀堆疊出來的 堆疊出來的 最高最低 都是有真的那個價位 有的指標 可以移動一下 就怎樣 就不一樣了 當然我說過了 真實性跟不可改變是 是K線它的什麼 它的特性 你看了K線 我看了K線有沒有一樣 一樣啊 但是同一個指標 你把參數改一改 不同的就變成怎樣 不同的指標 不同的軟體 只要一個參數改一個就好了 但是K線 你看了K線跟我看了K線 是一模一樣嘛 有不一樣嗎 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K線有這個快 真實跟不可改變性 那你從中去擷取 怎麼樣去掌握切入點 那黃金K線差別插在哪邊 插在哪邊 我們透過黃金K線 這個均線的觀念 均線的特性 這個K線跟均線 有時候用切線 對不對 去做一個它的關係 角度距離跟交叉的關係 判別出它的強跟弱 強跟弱 那知道強跟弱 你就知道很好出手了 很好出手了 對不對 所以當我剛才說過了 所有的K線 所有的價格 你分線那麼多 都沒有用 你沒有買都沒有用 那是紙上彈兵 但是只要你敢買 它就會反映到橘色這裡 這一塊這叫傳統的K線 對不對 那我說過傳統的K線 好像一百 梁山坡的好漢 比108條還多 對不對 我們隨便舉個例子 這只是隨便其中一個而已 對不對 這叫什麼多頭吞噬 那一樣 我們今天講的紅色這裡跟 下跌了一段之後 出現了大紅K 就會開始翻揚 這是多頭K線的組合 這是多頭K線的組合 那你看 這邊長了一段之後 大紅K出現以後 反而是怎樣下跌的組合 所以你沒有看到 哇 記這麼多 這是空方的組合 這其中一張而已 這怎樣 這也是多方的組合 其中一張而已 你要記那麼多 那記不起來 記不起來了 對不對 記不起來 所以我們把它濃縮 剛才說過了黃金K線 黃金K線有沒有 留下這12道黃金K線 就這12道就夠了 然後擺在相對高點中間 相對低點中間位置 就可以判別出 這張K線到底有什麼意義 到底有什麼意義 那其中第一條對不對 第一條 大紅K 什麼叫大紅K 沒有上下隱線的長紅K 沒有上下隱線 或許是上下隱線 很短 對不對 或許上下隱線很短 開盤即是最低價 最高價就是收盤價 形成沒有上下隱線的長紅線 或許是上下隱線 微乎其微很短 那代表什麼 長紅K是代表 就是大陽線代表 強烈的漲勢 氣勢如紅 那這邊最後一句要看清楚 當出現跌勢 剛好反轉的時候是什麼 代表什麼 空方失守 多方失利 這相對的位置 就是相對的低點 相對低點的大紅K 有沒有看到 在這裡剛才傳統的紅K 有沒有看到 跌了一段之後 跌了一段之後 出現相對低點的大紅K 是不是就會波段結束 執掌的訊號 就像最近的走勢 我們8月5號的走勢 來做一個例子對不對 它下跌了一段之後 一樣相對低點的大紅K 有沒有看到這一根紅K 對不對 相對低點的大紅K 波段結束執掌的訊號 那你看 從這一根紅K之後 是不是盤勢跟之前下跌 都不一樣了 因為低檔有什麼 資金介入 因為大紅K為什麼會出現 為什麼會出現這麼強勢的大紅K 為什麼 代表有相對資金的進入 可是我強調是相對的低檔 我說過黃金K線是不同的位置 相對高點 相對低檔 相對中間的位置 它代表意義是不一樣的 一模一樣的K線 可是它在不同的位置 它代表意義是不同的 那你看一路這邊 透過這邊黃金K線 另外一個概念 立道的概念 什麼叫立代的概念 就是這個黃金K線 當分別出它是指跌的訊號之後 指跌轉強做多快越的均線 指跌轉強做多快越的均線 當然我們要從中去判別 再次用黃金K線去判別出 K線它不同的意義 這邊 那這邊是轉強的K線 因為它沒有跌下去 這三根K線是轉強的K線 那這我們下次再講 我們今天講的是 相對低點的大紅K有沒有 相對低點的大紅K是什麼 波段結束 指漲的訊號 不管你用在日線 不管你用在分時線 不管你用在期貨 不管你用在股票 都一樣波段結束 指漲的訊號有沒有看到 那它再測試一次 低點不破 那你看是不是這裡 指跌轉強做多跨越的均線 指跌轉強做多 這根紅K再一次 我們的立道的概念對不對 立道的概念 指跌轉強做多跨越均線 告訴你找到切入點 那自從找到切入點之後 你再來看一下結果 看一下結果 這裡 這裡就是這裡 你有沒有看到 告訴你黃金的切入點 你之後 哇 趁勝而起 趁勝而起 那為什麼用今天 你有沒有看到 這裡一根紅K大紅K 一根兩根 三根四根 那你看到 到了你看一樣 幾乎是一模一樣的紅K 大紅K 這裡相對低點的大紅K 是一個起漲的訊號 可是這裡中間的位置 是不是漲了一段中間的位置 中間的位置 接手轉強 是不是大紅K 接手轉強持續看漲 那你請問你看 這裡壓尾是不是 是一個加碼點 但是這根紅K是不是一樣 它長了一半而已 是不是中間的位置 對不對 大紅K中間的位置 多方轉手持續看多 對不對 是不是不一樣的大紅K 可是不同的位置 它代表意義不一樣 再來這一根 這一根 你看一下 這一根 是不是長了一段之後 相對高點 相對高點 相對高點的大紅K 波段結束執掌的訊號 對不起 剛才這裡是相對低點的大紅K 相對低點的大紅K 是波段結束接手轉強 對不起 重來這裡 相對低點的大紅K 是波段的開始接手轉強 是這一根 對不對 這中間的位置 而這一根是什麼 相對高點的大紅K 波段的開始 結束執掌的訊號 所以你看 有沒有看到 一樣大紅K 大紅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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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在不同的位置 它代表意義就不同 這就是大紅K 相對高點 相對低點 中間的而止 它代表的意義是不同 這其中一條 那你看我們 只要這12條 這12條黃金K線 你就可以不用記這個 這個你記得起來嗎 對不對 傳統的K線這麼多 你怎麼知道 光它出現要怎麼用的時候 哇 你等於一頭霧水了 但是我們的黃金K線 有沒有看到 只要這12道黃金K線 將它畫反微減去純金 對不對 相對高點的大紅K 是波段結束 直掌的訊號 中間而止的大紅K 是多方轉手持續看多 對不對 相對高點的大紅K 是波段開始接手轉強 就是像這根 相對低點的大紅K 是波段開始接手轉強 多方轉手持續看多 這邊相對高點的大紅K 波段結束 直掌的訊號 這邊你要叫小心 多單可以掀出 或者可以試機做一個什麼 空方的架構 這就是我們賺錢的習慣 我們有遠之近 有淺之深 對不對 那你知道多方的架構 然後再來怎麼 找到切入點 怎麼用切入點 黃金K線 那我們今天講的第一根 對不對 相對大紅K 接下來節目我們也要持續告訴你 怎麼做定位 再來說黃金K線 再怎麼做切入點 那歡迎你持續鎖定我們節目 我們下禮拜見 既然我們下禮拜見 這個人是很辛苦 我告訴你 我想要去購物街 回來 我當天的傢伙 真的要去泡溫泉 每天大魚、大肉 我想吃點小吃 老闆,你現在最 다양한風格 之後可以來泡溫 我們走吧 就这里来到南贵和当 打完疫苗就不怕狂犬病咯 是啊 每年近期吃辣 就能够有效地预防狂犬病 那我能带宝贝去爬山吗 还是不要让宠物进入山西 否则还是有感染的风险 那该怎么办 只要遵守二部医药原则 就能避免感染 不必过度紧张啦 这样宝贝就不怕咯 远离狂犬病 谨记二部医药 确立方向 选择点位 解读关牌密码 空天雷点时诚经专案 送您开盘十二新法 五大转折密集 八面向同步观察 操牌秘诀 加三个月轰动指标 来电速播 022365 3255 预防狂犬病 请不要接触 猎捕或释养野生动物 如果被动物咬伤或抓伤 请务必记住动物的特征 并立刻用 可别用 软狀状 提案 必须